若市之際,只有極少數盈利和派息持續增長的公司的股價 仍可其穩於高位,甚至履創五十二週新高 研發及產銷非真皮類手袋的中小企 華新手袋2683,就是其中之一 日前,華新宣布已已不少於四千萬元人民幣 出售東觀舊廠房連土地的租任權給當地村民的經濟合作社 雙方已定立二項書,只待買方對有關物業進行審查便可落實 舊廠的租任期,在2025年將到期 華新在2018年上市前,以把多年的租金提早交付 主要生產線,亦以千萬工資較低的柬埔債 去年簡國廠房佔生產總額超過九成 管理曾打算在東觀租入一個小廠房用來研發新產品 把舊廠房轉租以獲取收入 今次村民的經濟聯合社願意買回 使華新可提前套現 每股賬面資產正值將可因此而增加於十港線 消息令華新升至五十五仙,再創今年新高 華新市三月結企業,年度盈利增逾六倍至三千九百四十萬元 折合每股九點七仙 公司宣派末期息連特別股息共四仙 加上中期息二仙,全年派息共六仙 華新向來十月財除息,即是現時持有形可收取於七里的末期股息 全年股息更高達十一里 受惠於美歐市場,以不重視疫情,及受制於通脹 利好華新相對廉價但屬於優質品牌的非皮類手袋 過去兩年,華新在簡國的廠房受疫情影響曾兩度停產 去年下半年起,該國超過九成民眾完成疫苗接種 成為極少數控制了疫情的國家 雖然東南亞今年亦爆新一輪變種病毒 但基本上沒有傳入簡國 最近一星期合共僅錄得五十一宗 華新接丹保持長黃 雖說柬埔寨治安欠介,但不影響工業園區 該國既與中國友好 亦獲得美歐關稅優惠 而華新早已入住簡國 是該國非真皮類手袋的龍頭 主要客戶是美歐和日本品牌 大部分產品銷往美加和歐洲 華新主要使用合成皮革和房皮作為手袋面料 售價遠較真皮手袋便宜 雖然出貨價也上升了 但去年度平均指示每個75.5元 備受客戶歡迎 今個年度,銷售和盈利可持續上升 預期十一月宣布上半年度業績時 將再有喜訊 若成功轉讓東觀廠房 華新每股資產淨值可增至七十多先 新一年市盈率尿低於五成 息率仍將於十里 每輪迴土軍可收集 每輪迴土軍可收集 感谢观看